現在我想換一換話題 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談談地球的變化 但在談之前我有一樣東西想說 你在這裡講過很多道理我以前都好像聽過 我有時候覺得好像重複又重複那樣聽到相同的東西 那很好啊不好嗎 因為的確是這樣啊 正如我之前所講過的 這些是事先注定的嘛 這本書包含的訊息就好像彈簧那樣 在收縮的時候它本身就有很多個圈 一個圈踏著一個圈那樣 看起來確實是不斷在繞圈那樣 只有當彈簧彈開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它以螺旋式的形式延伸 它書籤的幅度帶到你完全想像不到 是啊你是對的 這裡所講的道理大多數都講過很多次了 只是用不同的說法而已 有時候的說法是完全相同的 你說得很對嗎 等到你吸收了這本書的內容之後 你應該能夠一字不漏地再講它的要點 如果你願意的話 這一天會到你的 好吧 那我算是明白了 現在我想講一些新的話題 很多人都覺得我有一條通往神的direct line 他們想知道的是我們的星球會不會滅亡 我知道我以前問過這個問題 但是現在我真的想得到一個直接的答案 很多人都預言的地球劇變會不會發生 如果不會的話 那那些通靈者看到的景象是什麼呢 是不是虛幻的場景 我們是應該祈禱啊 還是應該改變啊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努力呢 或者只是絕望地等死 我很樂意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談的不是新的話題來的 不是嗎 不是啦 因為答案一早就給了你的啦 那個答案包含在我前面幾次對時間的解釋裡面 你是說凡是要發生的事都已經發生那部分了 沒錯啦 但是已經發生的事是什麼呀 是怎麼發生的呀 是發生了什麼呢 是宇宙間所有的事 宇宙間所有的事情都已經發生了 每種存在的可能性都是事實 都是已經完成的事件 那怎麼可能呀 我還是不明白 那怎麼可能 接下來我會用你比較容易理解的說話來解釋給你聽 看一下可不可以幫到你 你有沒有看過小孩打遊戲 看過 你不覺得奇怪的嗎 小孩在操縱每一個動作 遊戲怎麼會做出反應的呢 對了 我也覺得很奇怪 關鍵就是在程式那裡嘛 遊戲知道怎樣回應小孩做出的每個動作 因為每個可能的動作和他應該適合的回應都已經寫在程式裡面 這麼神奇 簡直有點超現實 每個結果和造成每個結果的操控動作都已經被寫在程式裡面 你覺得很神奇嗎 其實不算啦 這些只不過是技術而已 如果你認為現在的電子遊戲技術很厲害 那你應該看一下宇宙的技術之後才再講 嘗試將宇宙之輪當成一個程式 所有結果都已經存在 宇宙只是等著你看看你這次選的是什麼 當遊戲結束的時候 無論你是贏還是輸 但是未贏未輸 宇宙都會說 要不要再玩一次 你的遊戲程式不會再以你是輸還是贏 你無法傷害到它的感情 它只是向你提供再玩一次的機會 所有結局已經存在 而你經驗到哪個結局 完全取決於你做出的選擇 這樣說法 神無非就是一支程式 其實我不會這樣說的 但是在這套整套對話錄之中 我不斷地用各種比喻來講解道理 而令每一個人都能夠理解 所以我覺得你將神講成一支程式 都是挺好的比喻來的 從很多方面來講 生活就好自一支程式 各種各樣的可能性都是存在 而且都已經發生 你可以從中挑選一種你想要經驗的可能性 這個跟你關於地球劇邊的問題有直接的關係 很多通靈者說地球將會發生劇邊 他們的描述是準確的 他們打開了通往未來的窗口 看到了未來 問題在於他們看到的是哪一個未來 這樣就好像程式裡面的遊戲的結局一樣 不是只有一種 在某種結局裡面 地球將會毀滅 在其他的結局裡面 它就不會毀滅 實際上 所有結局都已經發生 不要忘記了 時間 我知道我知道 時間並不存在 嗯 所以呢 所以一切事情是同時發生的 你又說對了 所有已經發生 正在發生和將要發生的事情 現在全部都存在 就好像遊戲裡面的所有動作都已經寫好在那個程式裡面 所以如果你認為通靈者預言的那個末日場景變成真的會很好玩 那你可以將所有的心血 傾著在上面 你可以令那個場景在你面前發生 如果你認為你想要經驗另一種實在 那就將你的心血傾著給它 你將會能夠將這種結果吸引到你身邊 說到尾 你就是不肯跟我說地球會不會發生劇變了 我還等著你告訴我 這個完全取決於你們的思想 說話和行動 那關於二千年的電腦問題呢 有些人說我們現在所謂的千年重病毒 將會令社會和經濟陷入極大的混亂 是不是真的 你們覺得呢 你們選的是什麼 你認為你和這個問題毫無關係嗎 告訴你 你這樣想是不對的 你真的不肯跟我們說這個問題會造成什麼後果 我來這裡不是為了預測你們的未來的 我也不會這樣做 我能夠跟你說的就是這麼多 如果你們不小心 這些構思會去你們正在去的地方 就是這樣 如果你們不喜歡前面的路 那就改變方向了 我怎樣才可以做到 我怎樣才可以影響到這麼巨大的結果呢 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那些通靈者 或者那些靈界權威的災難語言呢 去問自己 去尋找你內在的智慧 看一下你的內心要你做什麼 然後照著做 如果你的內心要你寫一封信給那些政治家和工業家 呼籲他們對可能導致地球劇變的環境 風險問題作出行動 那你就照著做 如果你的內心要你召集這個地區的領導人 為千年重的問題提出一些好的計策 那你就照著做 如果你的內心要你繼續走你的路 每日散發出正面的能量 幫助你周圍的人不要陷入能夠引起問題的恐慌 那你就照著做 最重要的是 不用怕 你不會在任何事件之中死 所以也沒有什麼好怕 要明白這個是一個大過程的展開 並且要安靜地認識到 你始終都是沒事的 要努力地觸碰所有事物之中的完美 要認識到你將來所住的地方 剛剛好在你創造你的真實身份的過程之中 為了剛剛好得到你所選擇的經驗 而必須在到的地方 這個是讓心境平和的道路 在所有的事物之中 要看到完美 最後不要試圖擺脫任何東西 厭惡就是眷戀 這個道理我在第一本書跟你講過 那些為他們看到或者聽到的未來感到悲傷的人 並沒有停留在完美之中 還有沒有其他建議 開心快樂 歡欣鼓舞 為生活而開心 為自我而快樂 為那些預言而歡欣 為神而鼓舞 開心快樂去玩這個遊戲 將歡欣帶給當下 不管這一刻帶來的是什麼 因為歡樂就是你的身份 是你永遠的身份 神沒辦法創造任何不完美的東西 如果你認為神能夠創造出不完美的東西 那你就是對神毫無所知 所以歡欣快樂 為完美而歡欣 要微笑歡欣快樂 並且只是看到完美 要知道其他人所謂的不完美 將不會以任何對你來說不完美的方式落到你身上 你是說我能夠避開地球偏離軸心的慘況 可以避免被流星撞到連渣都沒有 不會在地震之中被壓扁 也不會陷入千年蟲引起的混亂之中 你完全可以避免受到所有這些東西的負面影響 我要問的不是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是我的回答 你要無所畏懼地面對未來 理解生活的過程 並且明白這個過程之中的一切都是完美的 那種平和冷靜和真定 將會引領你遠離絕大多數被其他人認為負面的經驗和結果 萬一你說錯呢 萬一你根本不是神 只是我豐富的想像力想多做呢 你又想回到這個話題是嗎 嗯 萬一 那又怎樣呢 你可以想到更好的生活方法嗎 我在這裡講的無非就是 面對這些地球毀滅的預言的時候 要保持鎮定平和和冷靜 那你就會得到最好的結果了 就算我不是神我只是你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老作出來的 那你可以提出更好的建議嗎 嗯 不行 我覺得我不行 那跟之前一樣 我是不是神不會影響到我講的道理 關於這個道理 以及這三部曲之中包含的訊息 你只要在生活之中去實踐就行 如果你能夠想到更好的方法 那就用那種方法 哪怕這三 Hood是從你尼尼多文iche寫出來的 就書中所洩視覺的話題來說 你也很難找到更好的建議 所以不妨這麼想 不知道要不由這部份是神寫的 要不就是Nio这傢伙实在太聪明了 那有什么分别呢 分别在于 如果我相信这些话真是神讲的 我会更加用心听 不定 难道我出尽力用上各种方法 送给你各种各样的讯息 你们全部左二入右已出 呃 估计我都是这样 估计 OK 我的确是这样 所以今次不要左二入右已出 你认为这本书是谁带给你的 是你自己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傾听神 那就傾听你自己啦 或者听通灵的朋友 又得 你又跟我讲笑了 不过这个又引起了一个想讨论的问题 我知道 你知道 当然知道 你想讲一下通灵的现象嘛 你怎么知道的 我通灵者来的嘛 你肯定是啦 你是所有通灵者之母 你是最好最正最赞的通灵者的了 你是通灵者的老板 你是通灵者协会的主席 兄弟 你真是讲得超正啊 来 Give me five Cool Come on Yeah 我想了解的是通灵能力是什么来的 你们全部人都有所谓的通灵能力的 它其实就是第六感 你们所有人对事物都有第六感的 通灵能力这种本领 无非就是走出你们有限的经验 迈进更为开阔的视野 你觉得你个人能够感受到的东西是很有限的 能够认识的东西也很有限的 通灵能力就是令你去感受更多 认识更多 这种本领能够给你触及你周围更大的真相 令你感知到一种不同的能量 要怎样才能够培养这种本领呢 培养这个词用得好啊 这种本领就好像肌肉一样 你们个个人都有的 不过有些人就选择它培养它 而有些人就任由它处于原始的状态 弃之不容 要培养这种通灵的肌肉呢 你一定要锻炼它 使用它 每天都做 时时刻刻都这么做 现在肌肉是幼 但是很小 也很弱 它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 所以有时候你会有一些感应 但是你就不会根据它的行动 你对某些事情有预感 但是你就忽略它 你会发梦得到一些灵感 但是你就会忽略它 很少会关注它 幸好你没有忽略你对这本书的感应 要不然你现在就听不到这些说话了 你认为你听到这些内容是这么巧的吗 是这么巧的吗 所以培养通灵能力的第一步呢 就要认识到你拥有它 而且要用它 留意你拥有每一次的预感 你经验到它每次本能的感应 要给点注意 然后依照你认识到它的行动 不要让你的想法说服你不记得了它 不要让你的害怕拖着你远离它 但是我说的不是那种 总是会找到停车位那种通灵能力 我说的是真正的通灵能力 它能够令你看到未来 它能够令你看到人的秘密 而那些秘密是你用其他方法认识不了的 我就在说这些 那这种通灵能力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应该要听那些拥有通灵能力的人物 如果有通灵者预测了我的未来 我是不是可以改变它 又或者我的未来是不是不容易更改的呢 有些通灵者在刚刚见到你那时 就会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 那是怎么做到的呢 如果 等一会儿 你提了四个问题的啦 不要急 一个一个来呢 哦 好啊 嗯 通灵能力的原理是什么呢 通灵现象有三个规则的 它是可以令你理解通灵能力的原理 那我们来看看哪三个了 第一 是所有思想都是能量 第二 所有事情都在运动 第三 所有时间都是现在 通灵者能够经验到通灵现象的结果 就是能量的震动 有时候他们脑海之中形成一些画面 有时候是某个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思想 通灵者对这些能量的感受变得很敏锐 刚刚开始的时候 这样可能是不容易做到的 因为这些能量非常轻盈 非常多变 非常微妙 就好像夏天夜晚最轻柔的和风 你可能感觉到它轻轻吹过你的头发 但你都可能感觉不到 就好像在远方最轻微的声音 你觉得你听到 但是又觉定不到 就好像你眼角的余光 看到最暗淡的火光 你肯定它就在那里 但是呢 当你轻转头 它就已经消失 无影无踪 它真的存在过? 这些是初级通灵者总是会追究的问题 成熟的通灵者就从来都不问 因为提出这个问题 会将我的答案赶走 提出问题需要思想的参与 通灵者最不想做的事 就是给思想来参与的 本能并不寄居在思想之中 要成为通灵者 你必须要抛弃你的思想 因为本能居住的地方是灵魂 本能的灵魂是耳朵 唯有灵魂这种工具 它的敏锐程度才足以捕捉到 生活最微弱的震动 感受这些能量 察觉这些能量 并且解读它们 你拥有的感官是六种 不是五种 它们分别是 视觉 听觉 臭觉 触觉 味觉 以及知觉 以下来就是通灵能力的原理 每当你拥有某个思想 它会发出能量 思想就是能量 通灵者的灵魂捕捉到这种能量 真正的通灵者不会停下来解释它 而是可能只是随即说出那种能量带来了什么感觉 这个就是通灵者能够讲出你正在想什么的原理 你有过的每种感受都寄居在你的灵魂之中 你的灵魂是你所有感受的种模 它是主藏夫 有些感受哪怕已经被你放在那里很多年 真正开放的通灵者也都能够在此时此地感受到它们 这个是因为总而言之 时间这件事是不存在的 所以通灵者就能够讲出你的过去了 明天也都不存在的 所有事情就在当下发生 每个事件发出一道能量波 就在宇宙的感光底片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图案 在通灵者的视线或者感受之中 明天的图案仿佛就在这一刻正在发生 实际上都是这样 所以通灵者能够预知未来 从生理方面来讲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或者就是在本身实际上并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由于注意力高度集中 通灵者将它本人的亚分子组成部分散发出去 你可以叫这个部分叫做思想 反正它的思想很快地冲向太空 以足够快的速度穿过足够远的距离 于是能够反过来 从远方体见你还没经验到的现在 那不是亚分子时光旅行吗 可以这么说 真是亚分子时光旅行 你再这么大惊小怪我不说了 不不不不不 我不玩了 我向你保证真真 继续吧 我真的很想听你说这个 好了 通灵者一早就学会了不要去质疑他的所思 或者突然所见又或者所感 而只是尽量令他不受影响这样通过 几个星期之后如果通灵者所看到的或者所感受到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他就会被称为天眼通了 那当然他是名副企实的天眼通 如果那些通灵者真的是天眼通 那为什么有些预言是错的呢 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通灵者所做的不是预测未来 他只是在永恒的时刻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之中的一种进行观察 并且说出他看到的景象而已 做出选择的永远是通灵者解读的对象 他完全可以做出其他选择的 和预言毫无关系的选择 永恒的当下包含了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这个道理我解释过好几次的了 所有事情都已经发生 以几百万种不同的形式发生 你们只能够根据你们的觉悟做出选择 这个纯粹是觉悟的问题 当你改变你的觉悟 你就会改变你的思想 而你的思想创造你的实在 你在任何情况之中所期待的任何结果都已经存在 你要做的只是去觉察它 认识它 这个就是甚至在你求之前 我就已经做出回应的意思 实际上在你祈祷之前 你的祈祷就已经得到回应 那为什么我们得不到我们祈祷的东西呢 这个问题第一本那里都已经说过了 你们不会总是得到你们要求的东西 但是你们总是会得到你们创造的东西 创造紧随着思想 而思想就紧随着觉悟 哇 我听了之后 那个脑子真的有很多东西弹出来了 虽然我们以前说过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兴奋 是啊 所以重复又重复提起这个道理是很好 听多几次 你就有机会怒怒地把它记住 然后思绪就不会因为这样而翻涌 如果一切事情通通都正在发生的话 那是什么决定我在这一刻经验到的东西呢 你的选择 和你对你的选择的信念 这种信念由你对某个特定对象的思想创造出来 而这些思想即是来自你的觉悟 也就是你看待那个对象的方式 所以通灵者会看见你现在对明天所做的选择 看见那个选择造成的结果 但是真正的通灵者总会跟你说 事情不一定要是这样 你可以重新选择 从而改变结果 实际上是等于我可以改变我已经拥有的经验 Exactly 现在你明白了 现在你明白怎样在矛盾之中生活 但是如果它已经发生 那么它是发生在哪个的身上呢 如果我改变了它 那么经验到那种变化 那个我又是谁 在时间族上运动的你不止一个 这个道理第二本已经详细地解释过了 我建议你重新再听一次那本书 然后将那本书里面的内容 和这里所说的道理联合起来 你会理解得更好的 好 我听你说 但是我还想继续讲一下这个通灵者的话题 很多人自称是通灵者 我怎样才可以分辨到真假呢 每一个人都是通灵者 所以他们都是真的 你想搞清楚的是他们的目的 他们是打算帮你 还是丰富他们自己呢 他们想追求丰富他们自己的通灵者 就是所谓的尊业的通灵者 往往会承诺用他们的通灵能力 去做某些东西 挥回外人的心 带来财富和名望 甚至还帮你减肥 他们保证他们能够做到这些东西 但是要收钱 他们甚至会解读其他人 例如说你的老板 爱人或者朋友 然后就将他们的情况告诉你 他们会说 带对方的东西来找我 围根也好 相也好 又或者他们亲手写的字都行 他们能够将其他人的情况告诉你 通常还说得很准 认为每个人都会留下一些线杀 一些蛛丝马迹 一些能量的残留 真正敏弱的人能够接收到这些的 但真正的通灵者 不会说他能够令其他人回到你身边 促使某个人改变主意 又或者用他的通灵能力去创造任何结果 真正的通灵者 一生致力于培养和使用这种天赋 他知道其他人的自由意志 是永远不容踐踏的 其他人的思想也都绝不容破坏 其他人的灵性空间 是绝不容侵略的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是没有对错的 搞什么突然间有那么多绝不绝不绝不 每次我讲可以又或者绝不的时候 我是根据你们想要完成的任务 你们试图做到的事情来说的 我知道你们所有人都在寻求进化和灵魂的成长 回归到天人合一境界 你们对你们的身份有很多美妙的构思 你们想要实现其中最伟大的设想 成为最美好的自己 你们个人有这个需求 人类整体也都有这样的需求 我的世界里面就没有对同错的 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你们不会因为曾经做出坏的选择 而在地狱之中遭受永恒之火 不停烧 因为坏是不存在 地狱也不存在 当然除非你们认为它真的存在 就算是这样 物质宇宙也都有它的内在自然规律 其中之一就是因果律 下面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因果律 自我最终会经验到一切尤其引起的后果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凡是你蓄使其他人经验到的 终有一天你都会经验到 你那些new age fanci有句说得更漂亮啊 众瓜得瓜 众豆得豆 对啦 有些人知道这个是耶稣的指示 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们 就要怎样对待别人 耶稣这句说话是一套教人因果律 他可以被称为第一律 有些像却黑皮黑路和January接收到的第一指令 哇 神都在看Star Trek啊 你真是开玩笑啊 那些故事有一半是我写的 哇 不要让Genie听到你这么说 放心啦 Genie叫我这么说 你和Genie Roddenberry有关系啊 怎样我和Karsagan Bob Hyning都有关系 喂 我们不应该开这样的玩笑 那会不会令整拓对话的可信度大大降低 哦 我知道 与神对话也一定要是严肃的嘛 嗯 那些事比较可信一点嘛 哇 我在这里看Genie Roddenberry Karsagan和Bob Hyning就不可信了 我回去告诉他们先 啊 好啦 回到如何分辨通灵者是真是假的问题 真正的通灵者认识并且执行第一指示 所以呢 如果你去求真正的通灵者替你 挽回恶人的心啊 又或者拿着其他人的手跟仔 拿着封信去求他解读这个人的灵气的话 那他就会跟你说 对不起 我不做这件事的 我绝对不会干预妨碍 又或者搭出其他人所走的道路 他也会说 我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有道 又或者左右他们的选择 又或者会说 我不会向你透露任何人的私隐 又或者个人秘密 如果有人说 他能够为你提供这些服务呢 那个人肯定就是你们所说的神棍 他是在利用你自己的人性弱点和缺陷 来榨取你的金钱 但是有些通灵者会帮人找回失踪的亲人 例如被誘拐的小孩 又例如离家出走的小孩 他们由于死要面 不会打电话回家 虽然那心就很想打 又或者帮警察确定某个人的所在 无论是生是死都好 那这些又怎么算呢 当然啦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显然易见的 真正的通灵者总要避免的是 将他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人 他只是提供服务 请通灵者联系死了的人 没问题的吧 我们可以尝试接触那些先人嘛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是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跟我们说 告诉我们 如果在阴间的人有东西想让你们知道的话 他们会有办法让你们知道的 不用担心 那些走先的姨妈姑爹 阿叔阿伯阿兄弟姊妹阿爸阿妈 配偶戀人那样 正在继续他们的旅途 经验彻底的欢乐 走向大赤大人的境界 如果他们有一部分想要回到你身边 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的 让你知道他们现在很好 你要相信他们真的会回来的 然后你就要寻找信号 并且要领回他们 不要忽略他们 不要认为他们无非只不过是你的想象 又或者是一厢情愿 又或者是巧合 去找他的信息 并且接受他 我认识过女士 当她照顾她离留的老公的时候 她就跟她老公哀求 如果她一定要走 就一定要回来找她 让她知道她现在很好 她老公就答应 并且两天之后就过身 不到一个星期的某一个晚上 那个女士就醒了 因为她觉得有个人刚刚坐在床尾 就在身边 等到她睁开眼睛的时候 她说她敢发誓她见到自己老公 就坐在床尾向她微笑 不过她眨一眨眼再望 她老公就不见了 后来她跟我提起这件事 她说她肯定她幻觉 是啊 这种情况很常见的 你们接收到各种明显的 无可辨驳的信号 但是你们就忽略她 又或者将她的辨为 只不过你们自己的精神有问题 你们对这本书 亦都做出相同的选择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我们总是想要某样东西 例如说 这些三部曲不含的智慧 但是等到得到之后 就会拒绝相信她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怀疑神的能力 你们就好像Thomas那样 一定要看到摸到 碰到才肯相信 但是你们渴望认识的东西 是看不到摸不到也都碰不到 那些属于另一个领域 那个领域还未对你们开放 你们都还未准备好 但是你们都不用苦恼的 当学生准备好的时候 老师就会出现 等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应该去找通灵者或者灵媒 那样 不用跟阴间的人聚得联系 是吧 我并没有说你们应该 或者不应该做任何事 我只是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胡奇? 那… 那如果你有些事想跟死者说 但是又不想从死者那里听到某些话呢? 你居然认为你说的话他们会听不到? 你们如果想起那些生活在所谓阴间的森林 哪怕只是不经意地想起 他们的意识就会飞沉到你身边了 你们如果想起或者怀念某一个你们所谓的死者 那个人的灵魂总会很清楚地知道 这种交流不需要借助某一种灵媒 爱是最好的灵媒 但是双向的交流呢? 灵媒对双向交流应该有些帮助吧? 这种交流有没有可能存在的? 还是其实没有这件事的? 这种交流危不危险的? 你问的是跟鬼魂交流是吗? 有,这种交流是存在的 它危险? 实际上如果你害怕的话 凡事都危险的了 你会创造你害怕的东西 但是宇宙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 你爱的人未曾远离过你 他们和你的距离就在一念之间 而且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会在你身边 随时解答你的困惑 安慰你,你建议你 如果你特别想知道 某个你爱的人是不是觉得好 他们将会发个讯号给你 发来讯息 让你知道他们一切都好 你甚至都不用召唤他们 因为要是察觉到你的气场 哪怕最轻微的敏乱或者不安 那些在今生爱过你的灵魂 就会贴近你 靠近你 飞向你 他们在新的世界学到的道理之一就是 他们随时可以向他们爱的人 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你真的向他们躺开心扉 你将会感受到他们令你安心的存在 有些人对灯火发誓 他们看到死去的亲人出现在房间里面 看来这些故事是真的 绝大多数都是真的 很多人都能够闻到他所爱的人的香水 又或者古龙水的味道 又或者闻到他们吃过的雪茄的味道 又或者隐约的听见他们从前喜欢亨的歌曲 或者他们的私人物品会突然不知在哪里弹出来 手筋仔 银包 袖口楼 又或者首饰 会不知为什么突然出现 在椅子下面 又或者在旧杂志堆下面找到 原来在那里 有时当你怀念某个人 为他的死亡感到伤心的时候 这个人的照片会突然出现在你的眼前 这些事情不是刚刚发生的 这些事情并不是偶然在刚刚的时候 刚刚好发生的 我再跟你说 宇宙之间 无偶然 这种现象极其常见 极其必然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 你需不需要某个所谓的灵媒 或者channel 来到和那些离开了身体的生灵进行交流 不需要的 这种灵媒有没有帮助的作用 有时会有 都是那句 这样要看过灵者 或者灵媒是什么人 以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有人要收贵到飞起的钱 才肯帮你做这些事情 才肯帮你牵线搭桥 那你就越快走 越快越好 那个人可能只是为了骗钱 如果你和灵界接触的 需要或者愿望做到利用的话 这些人可能会有骗你 接连几个礼拜 几个月 甚至几年 反反复复地找他们 这些事情 一点都不奇怪 有些人就好像那些亡灵 只想提供帮助 他们本身并不想得到些什么 但是 为了维持他们的事业 他们一定要得到些回报 如果有这样的通灵者 或者灵媒同意帮助你 那你便尽量反过来帮他们 不要因为他们极其 而慷慨大方就占他们便宜 不要给小报酬 又或者根本给都不给 能够给多少给多少呢 有些人是真正为这个世界服务的 他们真身这样想要分享智慧和知识 动策力和理解力 幻怀和同情 去找到这些人 供奉这些人 慷慨地供奉他们 向他们致最高的敬意 向他们奉上最多的贡品 因为这些人是光明示着力